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一看美國空軍近日發佈了攜帶AGM-183A 高超音速導彈的B-52光澤機 現身關島的照片 美國飛行家網站3月2日報導說 這是美國首次在距離中國這麼近的地方 部署高超音速導彈 不過接受《環球時報》採訪的中國專家認為 美軍的高超音速導彈項目遭遇的問題是多少 未來會變成怎樣還是未知之數 飛行家網站的報導說 根據美國空軍的聲明 這一組關於AGM-183A高超音速導彈的最新照片 是在2月27日在關島進行的高超音速武器 熟悉訓練期間拍攝 其中一張照片更清晰顯示了 這個導彈的序列號是ARAUR-005 說明它是實彈而並非無形或訓練彈的 這個導彈掛載在B-52戰略轟炸機的機翼下 是被部署在關島的轟炸機特險部隊使用的 報道說當時來自第23遠征炸彈中隊和49 測試與評估中隊的B-52機組人員 正在參加高超音速武器熟悉訓練 包括接受基礎知識方面的專業培訓 參加高超音速作戰的戰術討論 以提高作戰準備能力 並且為高超音速巡航導彈、空射快速反應器 ARRW和其他正在開發的同類武器項目做準備 美國動力網站說 為什麼掛載AGM-183A高超音速導彈的B-52 會部署到關島進行這次的訓練還不清楚 美國空軍發言人在接受採訪時只是表示 AGM-183A目前處於開發測試階段 已經完成了四次計劃試射中的三次 但還未決定批量生產 報導提到美國空軍拒絕證實是否會從關島進行實彈發射測試 這樣的試驗將會在太平洋地區展示武器 向潛在對手特別是中國 以及美國的盟友發出信號 這是飛行家網站的報導 報導還提到 因為關島是位於印太地區的戰略地位 這是美國首次在距離中國那麼近的地方 部署高超音速武器 動力網站就描述說 作為美國應對重大衝突的軍事準備計劃的組成部分 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針對中國的衝突中 高超音速武器被形容為特別重要的 除了美國空軍之外 美國陸軍和海軍也正在研究 可部署在太平洋地區的高超音速導彈 印度《歐亞時報》2日就報導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在2023年1月發布的報告就估計 AGM-183A的平均單價可能是1490萬至1750萬美元之間 相比之下 美國戰斧對地攻擊巡航導彈的成本 大約是250萬美元 報導認為出現在關島的B-52光澤機 和它攜帶的高超音速導彈顯示 這裏仍然是圍繞美國太平洋戰區 高端戰爭行為的核心 關島的位置和現有的設施意味著 雖美軍在推進分殺式作戰概念 但關島仍然是這個地區部署的中心樞紐 亦是支持美軍在太平洋遠程轟炸行動的主要設施 一組的照片引起了外界關注的另一個話題是 原先已經被美國空軍放棄了的 AGM-183A導彈項目 是否又重新恢復呢? 歐亞時報就說 AGM-183A高超音速導彈 是屬於助推滑翔類高超音速武器 先由固定火箭發動機 將乘波體構型的戰鬥部送入高空 然後它與火箭分離 並且以高達15馬克的速度 在大氣層內滑翔直到摧毀目標 美國空軍將AGM-183A定義為 一種可操作的高超音速空射武器 使得美國能夠在有爭議的環境中 從防區外將固定高價值的 時間敏感型目標置於危險之中 從而提供了一種致命的遠程打擊能力 足以摧毀對手來陸中心地區的戰略目標 動力網站就提到 美國高超音速技術被認為落後於中國 但美國空軍、海軍和陸軍 正在同時推進多個高超音速導彈項目 其中研製難度相對較小的AGM-183A 被認為有望成美軍最早服役的高超音速武器 不過這個導彈近年多次飛行、試驗都遭遇到失敗 在2021年4月至2022年5月進行5次的試射中 兩次完全失敗 一次就部分成功 只有兩次歸類為完全成功 美國空軍在2023年3月就宣布取消這個項目 並將開發重點轉向高超音速高激巡航導彈 HACM項目 但美國空軍隨後仍對AGM-183A 進行後續的試驗和收集數據 因此這次B-52戰略轟炸機 掛載AGM-183A導彈的實彈前往關島 引起外界的猜測 美國空軍是否重新恢復了AGM-183A的後續研製工作 此外美國在關島部署的B-52轟炸機部隊也值得關注 根據《日本共同社》2日報導 日本航空自衛隊發布消息說 美國空軍出動了兩架B-52戰略轟炸機 和日本航空自衛隊大約4架F-15戰機和4架F-2戰機 在日本海和東海實施聯合訓練 演練包括了強化聯合作戰的技能和應對能力 目的是制衡周邊國家2月19日 從關島起飛的B-52光炸機 縱遠闊到南海和菲律賓空軍舉行聯合演習 接受環球時報採訪的中國專家認為 關島遠離亞洲大陸地理位置相對安全 因此成為了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要地 亦是美軍B-52光炸機 在亞太地區的主要是駐紮基地 儘管這款的光炸機服役了幾十年 但憑借著它的超遠程和可觀的載彈量 它仍能以防區外打擊的模式 發射多型先進武器打擊對手的重要目標 近年來每當美國需要對亞太熱點地區 進行戰略威懾的時候 就習慣性地出動B-52光炸機 進行遠程奔赴 專家認為 美國空軍在關島展示攜帶 AGM-183A高超音速導彈的B-52光炸機 不僅包含了有向中國示威的潛在含義 而且還有加快駐關島美軍 熟悉高超音速武器特性的意圖 從美軍的相關訓練計劃可以看到 無論AGM-183A導彈項目是否恢復 未來美國的高超音速武器必然將優先部署在亞太 不過專家亦強調 美軍同時推進多個高超音速導彈項目 分散了有限的資金和技術團隊 各個項目的整體進展都不順利 不僅AGM-183A遭遇到下馬危機 美國陸軍和海軍的同樣項目 也屢次推遲試射的時間 因此未來美軍的高超音速導彈項目最終會變成怎樣 還是未知之數的 另外看看14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 舉行新聞發布會 有關國防預算是每年兩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去年中國的軍費同比增長7.2% 達到了1.56萬億元 這是四年來最大的增幅 當前南海、東海局勢緊張 今年的國防預算情況又如何呢? 大會發言人柳勤劍回應說 國防支出預算是國家整體預算的一部分 根據大會議程 預算草案的報告後進行對外公佈 柳勤劍有提到近年來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適應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需要 更好地履行大國國際責任義務 中國在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 總體保持國防支出合理穩定增長 促進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提升 他說要強調的是與美國等軍事大國相比 中國的國防支出無論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 還是國民、人軍、國防費、軍人、人軍、國防費等 一直都是比較低的 柳勤劍又說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 願意與各國共用發展機遇 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人類和平和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新貢獻 最後看一看在距離山東省 萊州市海岸11公里的國家級海洋牧場示範海域 坐落了全國首個的海上風場加海洋牧場配合發展研究試驗項目 國網萊州市供電公司就透露 一個項目2024年頭兩個月上網電量達到了1.8485億千瓦時 全年上網電量將會突破10億千瓦時 每年可以自省標煤消耗30萬噸 減少二氧碳排放78萬噸 二氧化流排放5,700噸 淡氧化物排放8,500噸 萊州市貧能撥海是山東省風速高直區 風能資源豐富 近年來當地因地制而發展光復太陽能光電等可再生能源 預計到了2030年 新能源的裝機總量將會突破1,000萬千瓦 完成投資8,600億元 實現研發裝備製造和運營維護一體化協同發展 全產業鏈產值超過500億元人民幣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六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六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